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子 别去找回家小姐了 为什么 小姐出府去了 去哪了 这 快告诉我 老爷有话 不让告诉公子 说 不然我饶不过你 小姐 小姐让老爷送回田庄了 公子 公子 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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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快停车 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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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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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总该等着我 不 你要去哪里啊 去见皇上 不 你不要着急 听我方来说 好 快 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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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 辉..去 去 叫几个不哭到后员后着 皇上要 朕今天高兴 把朕的搭拦起来 这 霍雅 你在这儿等一下 皇上 这几个不哭 还看人小 力量还真不小 这几个还不错 有些水准 今天真是痛快 皇上 那个姑娘 八成就是纳兰幸德带来的 你这姑娘一个人 站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在这儿 等着见皇上 你是第一次到宫里了吧 想不想四手转转 为什么 这是个让人憋悶的地方 什么 奴才叩见皇上 他就是奴才说的 那拉会啊 都真的收房了 那他 等他现在这个 令人憋悶的地方 厚着 别害怕 Mick 快点 快点 皇上 行 你都认 tournament了 后院说了什么 奴才只是 据实向他说了皇上的意思 广化 他竟敢说朕的宫殿 是个令人憋闷的地方 分明就是你的教唆 皇上冤枉奴才了 成乃为人之道 说谎二字 永远也按不到奴才的头上 你还敢降嘴 你这么好大的胆 原来有个亲戈而不算 现在又来跟那俩会 能让朕在你们这帮奴才眼里 又不说皇上了吗 皇上 你别跟我装委屈 那安心的赞同文末 你永远是我爱心 救了家的奴才 皇上 大怒伤甘 大怒 真大怒了吗 大怒伤甘 皇上若是心绪不佳 奴才就先带那俩会儿出宫去吧 来了就想走 将那俩会儿在千金宫书房候着 小公 奴才在 去 把亲戈儿给我请过来 喳 给格格请安 唐唐后找我 奴才们知道 可几位府城大人抢了先 如今正和老祖宗说话呢 请格格院里厚厚吧 我阿玛在里边 阿玛大人就在里面 三府城轮流主掌政务 格比龙 老奴在 你觉得这法子好 有老祖宗在 设不设首府大臣 并不打紧 别打我的主意 不是万无得已 我是不想干预朝臣的 小事当然不能来烦老祖宗 奴才的意思是说 有老祖宗在 有我们三个 轮流主掌政务也好 也免得偏劳 苏克萨哈大人和敖大人 你呢 奴才觉得 敖大人这个主意不错 既有老祖宗在 又有先帝定下的组制规矩 的确不用再设首府 不论轮着哪位大臣 执掌朝务 奴才一定尽心解密 而且当着老祖宗的面 有句丑话要说在前头 轮流是轮流 万不能相互撤肘 谁误了朝政 就请老祖宗严惩不淡 这么多书啊 表兄 皇上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好书 只怕是藏而不独吧 藏而不独 皇上 在你眼中 朕就是个目不时钉的粗人 是吗 奴才的表妹 说话不懂规矩 你跟朕来 无论你说哪一本书 朕都可以立刻告诉你 它是在哪个书柜的 哪个格子里 你不信吗 那就试试看 来啊 梁公公 青哥哥哥怎么还没来 哥哥去了四年宫 奴才们不敢打扰 一会儿我再去看看 你这儿挖坑干什么 把花盆放进去 好好的花盆干嘛要埋在土里啊 这花太娇嫩了 他新进的宫 要好好接接这宫里的地气 难道这花也懂得是在宫里 懂得很哪 老祖宗这儿的花 比宫外的花都娇嫩 你从哪儿来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呢 你是谁啊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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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请一下 几位伯父免礼 阿玛也在这儿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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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玛扶权哪 上京师弟 不必了 我们已然说过话了 嗯 台皇太后 请清格儿格格进去讲话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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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进去了 好啊 没想到 郝宫能想出个轮流主持朝政主义啊 不过 这也没什么 轮流主持也没什么不好 我苏克萨哈 可不是个使权弄权的人 他没什么 那我只是这是个信息 他的相对 你最喜欢的 可爱是什么 你最喜欢的 我会想去 你大家在这是 你已经喜欢的 你 现在好了 他气也消了 你要是想家的话 过几天我就送你回去 谢谢老子宗 苏默 你看福泉那孩子热的 叫他们拿碗手茬给他端去吧 是 在我这几个孙儿中 就是福泉最汉口了 别瞧他是个阿哥 从小就喜欢种个菜养个花的 你看看我这些花花草草啊 都是他私努的 我在宫外的时候 就听说宫里有为爱弄花草的二阿哥 丫头 我要是把你指控给他怎么样啊 不 不中意 不是 二阿哥这么好的人品 清高难有不中意的道理 这是 这是什么 莫非你心里有人呢 看看我这脑子 苏默说了 那天你在安清王府 就是为了那个明珠娇的公子 才和你阿妈炒饭的 你心里有的 就是他 是 可他再有才 也只是皇上的办的 婚嫁是姑娘家的大事 好了 老祖宗不勉强你 好好想想 明儿哥给我回话 不用等到明儿个 清哥谢过老祖宗恩典 只是清哥 实在配不上二阿哥 那不是梁九宫吗 苏默 叫他进来 是 快进来吧 奴才 叩见太皇太后 你不在前秦宫伺候皇上 怎么到这探头探脑的 回太皇太后 皇上要见清哥儿哥哥 奴才过来看看太皇太后 有没有和哥哥说完话 皇上要清哥儿去做什么 奴才不知道 都有谁在那儿 纳兰公子 和一位姑娘 清哥儿 我们走 看你的样子也是独播出人 好 青石子集都看过一些 好道的口气 皇上刚才不是说了 这么多的书 都知道每一本书放在哪里 对啊 要不要试试看 问 西京杂技 东京葛弘所著 在这儿 四朝文件录 说一词 义安居士 她可是个了不起的女次人 怎么 朕是只藏不读吗 是我说错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皇上 今晚读了这么多的书 这几步都是朕最喜欢的 你看 宋版论语印得极好 这书怎么让车给住了 不再该死 这让你们好生保管 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把这一道给朕补了 不再财数学浅 实在不知道缺了哪些字 拿来我看看 埃公问 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约 有言悔者好学 不迁怒 不二过 不信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 未闻好学者也 朕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冰雪聪明的姑娘 你能把这句话给朕穿讲一遍吗 这是鲁埃公问孔子 你的弟子中哪一个最有学问 孔子说 只有言回 他能不迁怒不二过 不过已经过世 从他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了 这话说得未免过头了吧 过头 我就没有见过一个能不迁怒不二过的人 也包括这吗 皇上 孔帕娜娜会要说得不错 犯了一次过错就不再犯第二次的 也许尚有 可不迁怒的人的确没有见过 譬如怨天尤人就是迁怒的遗礼 一个人有了难处便怪老天 有了错处便怪别人 你是说这也是这样的人吗 皇上是天子 但天子并不是圣人 好 你说 你说 皇上 秦学不错 修身自行 只要尽力做到 不迁怒不二过 虽不是圣人 也可算是贤君了 皇上 我在家乡听过一首诗 坐天难坐四月天 残要温和卖要寒 行人忘情 农忘语 采桑娘子忘阴天 连做老天也都这么难 何况做天子呢 表兄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还是你那拉护尔说的话 正听着受用 太皇太后驾到 丫头 孙儿恭迎华女 李采恭迎太后太后 起来吧 都起来吧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进宫又为的什么事情啊 哦 皇上 她是孙儿请来的客人 客人 皇上请宫外的姑娘来做客 咱们大清 没有这个规矩吧 太皇太后 她叫纳拉惠尔 是奴才的表妹 她喜欢读书 一定要让奴才 带她到皇上的书房来看看 你是皇上的伴徒 不但要陪伴皇上读书 还要时时刻刻提醒皇上 不要去做出格的事情 绝不是这样为她遮掩着 奴才不敢 皇上也太心急了 三天之后就是选秀的日子 喜欢她 尽可以选她进来 不皇奶 说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敢 那个不是 皇奶也是从你们这个年纪过来 你这点心思啊 皇哥哥 我来了 这可真热闹呀 皇奶 来 怎么不告诉我呀 你这小东西 我有句话要问你 太皇太后请讲 清盖是我喜欢的丫头 要是傲拜大人 肯招您维续呢 他不能娶清盖 为什么 黄老奶 他说 他有喜欢的女人 是吗 弄再说 有喜欢的女人 是说着玩的 可是 可是奴才的确不能娶清盖 好了 我也只是随意问一问 不 老祖宗 清盖想知道 他这样说是为什么 老祖宗 你还能娶清盖 曼 十八 你不能娶清盖 我们 他这样的人品 老祖宗 清歌求您答应我 老祖宗 我这傻丫头 两千相遇 是来不得爱你讲究 那来这孩子 遵从你按摩也是没有错的 端明 我清歌到我宫里去 小子 快起来 小子 马兰幸德 我没有强求她 我不信她的心里没有我 只有我 能多懂她的诗 她的心 哥哥你信吗 如果没有她 我宁可死 我信 可是姐姐有没有看见 我黄哥哥也是这样爱着你 谢谢皇上让我见识这么多的书 那兰慧儿告退了 慧儿妹妹 等等 朕有话讲 朕答应给她一个恩典 但是刚才你都看到了 她不是一个值得你爱的 什么一生一世只爱一个女人 你对朕撒尽了我 你对朕撒尽了我 不 皇上 奴才没有说谎 奴才的心里只有那俄慧儿 那俄慧儿是代选秀女 你不敢向老祖宗言明还有情可原 但你为什么不当面拒绝 但你为什么不当面拒绝亲个儿 说呀 奴才说了她 奴才说了她 你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了 你把一切都推到她阿玛身上 奴才实在不忍心刺伤她 那拉慧儿什么叫不忍心 她如果心里没有亲个儿 她会不忍心吗 那拉慧儿 朕收回对你的承诺 那拉慧儿 皇上不能这样 朕把这份恩典给你了 你必须进宫选秀 但是愿去还是愿留 朕听你一句话 你现在就告诉朕 你是愿去还是愿留 慧儿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什么 皇上不但有才华 还有颗这么好的心 如果皇上真的把这份恩典给了我 我只有告诉朕 我只有告诉朕 朕 慧儿这辈子 只有表兄一个人 你去吧 你去吧 去吧 谢皇上 你还在这儿跪着干什么 啊 去啊 你赶紧她走啊 撤 咱和是 这儿 可不你 不然 我们看看 宗宗 给你 这儿 它是 身体 怎麼 有 我就没有见过一个 能不迁怒不二过的人 皇上 秦学不错 修身自行 只要尽力做到 不迁怒不二过 虽不是圣人 也可算是贤君 来来来 王爷 小女和公子一起出来了 伯父 阿玛不必着急 皇上依然降下恩典了 等真 这下可好了 走 咱们回家去 伯父 还是送侄女去田庄吧 伯父 请伯父答应我 既然皇上下了恩典 何必不回家去呢 难道怪伯父把你送出福 这两天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心 儿子 儿子 见过了吗 这位是清格儿哥哥 见是见过了 不过 我不知道 他就是二外伯伯府上 大明天里的清格儿 姐姐 我这位二哥啊 准是土地爷脱生的 整天和泥巴打交道 可是他种的花就是好 你看 妹妹 摘不得 花草也是有灵性的 切不可伤了他们 人家是想给清格儿姐姐拜一朵 那 改天我选上几盘最好的 给你送过去 不劳啊 哥 你 看什么呢 真美 这世上原来还有比花草 更美的姑娘 丫头 你在想什么 强扭的刮补铁 我看那来这孩子 心都在她表面身上 咱们亲个儿啊 什么样的后生找不着 打心里忘了她 你阿玛是皇上 最遗众的骨功之称 若是换了别人 这儿女轻尸 我才懒得管呢 福泉是我最疼爱的孙儿 我明儿个就跟你阿玛去说 看她喜欢不喜欢 公子爷 安清王府刚刚来人 说王爷请您过去讲话呢 坐 叫你们把园子里那两株名开叶和花一道的窗前来 公子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要和惠兰小姐一起在吗 说不通 你不是说要和惠兰小姐一起在这儿的窗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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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窗户 你的字 好像心愿流水握情 你的事 为我的情所困 你的字 为我的心悲哀 原谅我 只能用这冷酷面对你 心里别再一万次呼喊 男儿有泪不清谈 像这个样子 能成什么大气 见皇上已经降下恩典 惠儿为什么有这个样子 莫非是进了宫 开了眼界变了心思 舅舅阿姆 不要再问了 好 我不再问了 可你要明白 惠儿再好 不过是个女人 可她不是一般的女人 没了她 她的心就像是被人挖过 没出息的东西 跟我到我的书房去 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讲 安请王爷三番五次的来找你 为的什么事啊 让儿去陪王府里的两位公子 我问的不是这个 说 儿怕阿玛担心 说下去 王爷举荐儿 为皇上起草了神功圣德碑的碑文 什么 你替皇上起草碑文 快说 你都写了些什么 皇上耀儿以先帝遗诏为敌本 反其道 将十四条罪计变为十四条功德 这必定是皇上自作主张 你创下大祸了 儿知道 所以才怕阿玛担心 你知道什么 当年先帝爷 执意推行满汉议体 激怒了大多数王爷贝勒 才有了罪计的十四条遗诏 现在推翻这件遗诏 说不定有人会向皇上发难 儿自然难逃其咎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下这桩差事 你就以为你聪明 就你能写下这样的碑文吗 朝中那么多的汉臣 人人才高八道 哪个不命的强 阿玛说过 君教臣死 臣不能不死 这是皇命 而不能推脱 再说 为大型皇帝立神功圣德碑 毕竟是太宗皇帝定下的规矩 就是有人发难 而也绝无所惧 绝无所惧 你想过没有 见识太宗皇帝定下的规矩 那么先帝大型八年 这个事为什么没人提起呢 那是朝堂上 少有强项之臣 看来 你就想坐着强项之臣了 可是 你知道你背逆的是谁吗 是慈宁宫里坐着的老祖宗 那儿就不明白了 就算是府臣们不愿交权 太皇太后为什么不发话 难道太皇太后 对皇上不放心吗 这句话你兴许说对了一半 而以为 论才智 当今皇上远在先帝之上 可是她的性情太过意充满 太过无常 自然了 这也不能顽强怪她 居九五之尊 却没有半点权力 冰冷的一座 一座 就是八年 我看就是这八年 熬出了皇上这样的性子 就凭这样的性子 太皇太后 也不敢现在把江山给了她 阿玛说的另一半呢 阿玛说的另一半呢 索尼一死 三个扶尘各怀心思 从前往后朝堂上必有一变 究竟谁为马首 为谁是瞻 所有人都在观望 所有人悲空走错了一步 老祖族自然也在顺势夺实啊 压马而言 皇上这一步走不得 当然走不得 满汉一体 夺了族人的尊贵 这是八七王爷最大的机会 这时候 推翻先帝最己的遗诏 重敌先帝的新政 那王爷们容得吗 这是自掘坟墓 重蹈先帝的覆辙 是为知己者死 既然皇上以莫为知己 我甘愿为皇上死在朝堂上 闭嘴 你一个死字说得容易 你想过你的额娘吗 你请我们拿来一场 一百多口的性命吧 凭我们的家事 我战战兢兢如礼拨 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难道我们都要毁在你这个 感情用事的臭伤手里吗 自顾忠孝 难能两全 不是重 这是陷皇上以为难 而没有 如果你要是忠心 你就用立见皇上修身养性 掏毁于心 不能让他冒斩行事 进宫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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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该死 求求主子消消气吧 奴婢该死 求求主子消消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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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该死 求求主子消消气吧 不再该死 求主子消消气吧 来 你们两个下了歇歇 这是真正御膳房新做的冰镇梅花老 咱呢 谢皇上 坐 怎么样 朕这几匹御马都是上品吧 清格姐姐说了 这些马角力平平 算不上真正的好马 是吗 那什么样的马才算好马啊 皇上的马还能不好 我刚才是跟哥哥说着玩的 诶 朕知道你阿玛一辈子爱马 你一定很懂马 朕听你说说 御马如御人 皇上龙于群城 当然更知道什么样的马 才是好马 这些马可不敢搬门弄斧 倘若这一定要你说呢 行了行了 别再为难我清格姐姐了 皇哥哥真是想听 我就给你讲个千金百股的故事 这可清格姐姐刚讲给我听的 好啊 当你讲 相传 古时候有个爱马的将军 他听说 边城有匹千里马 就派他的门人 带重金去买 没想到 赶到那的时候 马已经死了 他用了五百斤 只买回了一堆马骨头 将军见了大怒 门人却说 世人知道将军能用重金埋骨 还怕其他千里马 就纷纷来头吗 你去禀报皇上 就说我病了 病都快要死了 去 快去啊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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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